尽管越来越多证据显示 朝鲜派兵前往俄乌战争前线 协助俄罗斯 但是朝俄双方都否认到底 俄罗斯最亲密盟友 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 也为普京背书 他认为普京不会让第三方国家 介入在乌克兰的军事特别行动 但是如果朝鲜军队真的在乌克兰作战 那绝对会令冲突升级 卢卡申科在俄罗斯喀山 出席金砖领导人峰会期间 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普京也从来没有要求 自己派兵到俄罗斯战争 因为这会让局势升级 并且会让北约有出兵到乌克兰的理由 他说如果普京要动用 部署在白俄的战略核武器 就必须先取得他的同意 并且警告 如果有外国士兵侵犯白俄领土 他完全准备好使用核武 另外已经六度当选 白俄罗斯总统的卢卡申科也宣布 他已经决定参加总统选举 白俄罗斯将会在明年1月26号 举行总统选举 他已经决定了 他家伦俄罗斯的问题 谢谢大家